放棄和不能夠繼續達成目標是有分別的 放棄通常是指一個有意識的決定去放棄某個目標 通常是因為缺乏動力、興趣或者對自己達成目標的能力有懷疑 另一個是無法繼續達成目標 因為外部因素或者無法控制的情況阻礙了繼續 這些可能包括缺乏資源、身體或精神健康問題 或者情況變化令到不可以繼續 為了說明這個分別 請考慮一個想跑馬拉松 但是訓練了幾個星期之後就放棄的人 可能是因為缺乏動力或者興趣 但是如果因為受傷而停止訓練 那就不算是放棄 有些策略可以用來適應和仍然在達成目標方面取得進展 以下是你可以採取的一些步驟 重新評估你的目標 當環境有重大變化的時候 可能需要重新評估你的目標 考慮下 鑑於新情況 目標是否仍然相關和可達成 如果個目標已經不可行 可以考慮設定一個新的、更現實的目標 和現時的環境一致 分解你的目標 將你的大目標分解成更小 更易管理的部分 淡量可以令到個目標感覺不太壓抑 而且更加容易達成 就算在一個有挑戰性的環境裡面 識別新機會 尋找可能因為環境變化而出現的新機會 這些可能是新技術 資源或者方法 可以幫你以不同方式達成目標 尋求支持 向其他人尋求支持 這個可以是朋友、家人、同事 甚至是專業教練或者導師 他們可以為你提供你需要的動力、建議和資源 等你可以繼續達成你的目標 保持正面和靈活 在處理變化的時候 正面的心態和靈活性是至關重要 根據需要開放調整你的計劃和策略 記住 挫折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 而且他們通常會帶來新的機會 從其他人身上學習 找些在類似情況下達到目標的人的例子 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 並將他們的策略應用在你自己的情況 照顧自己 在壓力大的時候 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 確保你吃得好、睡得夠 和在需要的時候休息 記住 重點是要適應和堅持 就算你的目標路徑有變 通常仍然有一個方法 可以用正確的方法去達到目標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